不知道他比你大16岁吗 不知道这个大这么多 就知道比我大 我就觉得挺贴心的挺成熟的 而且我就比较喜欢那种有气质的女生嘛 后来我就慢慢地追求他了 女士应该知道这个小伙子的年龄吧 知道 那他一追你你告诉他了吗 你实际的情况 告诉他了 大16岁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同学的时候就没有谈到年龄的问题 后来他追求我的时候我才告诉他的 对 我觉得年龄其实不是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就是认识半年多的时间了 我们平时聊天也比较聊得来 我觉得就挺符合我的对另一半的那种追求的 他跟你说完大16岁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之前觉得就是感情好了 其他的都可以解决的 你就告诉我有没有片刻的犹豫 就稍微有一点之后的话就没有了 你怎么表态的呀 一开始是拒绝的 后来以后我们接触时间长了以后 慢慢对他有了解了 对他的好感也增加了 然后我就默认了我们俩的关系了 有没有跟身边的亲朋好友 说到过你们的恋情 说了就是年初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矛盾的开始 就是想要带他回去 但是他就是不跟我回去 我没法去 因为他父母不知道我多大年龄 也不知道我结过婚 也不知道我有孩子 这些都不知道 我怎么去跟他回去呀 之后吧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父母 可能觉得差这么多 肯定也不能一下子就接受 我就没说大这么多 我就说比我大十岁 那跟爸妈说了大十岁 父母什么反应呢 不同意 我姐姐也过来 就是还见了他 但是那次挺不愉快的 哦 姐姐见了 对 他姐姐过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 想跟我谈判的那个意思 他一看我就问我的年龄 完了 然后他姐姐特别生气 他没几句就走了 我去那边非常难受 一大退堂鼓了 我觉得他太在意年龄 这个问题了 那次我们去爬山了 下山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买点山货回去 但是就是东西都看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扭头就走了 完了之后还跟我说 单位来了一个新女孩 说他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但是我觉得特别深 那如果你要想给我介绍 那我们两个一起出来干什么 还 那我们俩是什么关心出来的呀 那天情况是这样的 去买山货嘛 那个卖山货的那个小伙子 见着我就说 哎 阿姨你要什么 我还问他 帅哥你要什么 就一下子就差了倍儿了 我就心里边特别不好受 但是那陌生人的说话 你在意他们干什么 你想想一个陌生人都能看出 我们两个差这么多 你说何况熟人呢 何况你的父母呢 原来的时候就有过这个念头 给他介绍一个门当户对的 年龄差不多的 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了 他就急了 完了他就跑了 给他打电话也不回 发信息也不回 找了他两三天也没找到 然后他也没上班 还矿工了 就是玩消失 我就特别的理解不了他这一点 然后我就想起他有一个 亲 您自拍时 还要用美颜相机 来治盖你满脸的痘痘 等皮肤问题吗 想快速解决这些问题 找护肤老师夏飞 他已经帮助上千位客户 成功解决 与痘痘等相关的问题 请记下他的微信 136155 399 136155 399 特别伤心 就是特别刺耳 说小鲜肉玩腻了 我就觉得特别刺耳 我只是觉得文章挺好的 然后就转发了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在下面留了言 他就多心了 而且有的时候吧 怎么说呢 就是他办事特别的冲动 就是他跟他父母介绍我的时候 我也是感觉到他的诚意了 然后我就把这事 跟我儿子说了 我说妈妈找到了一个喜欢的人 儿子多大了 我儿子今年17了 有大小伙子了 因为我单身多年 我儿子也知道嘛 他也希望我找到一个合适的 然后我跟他说了 我儿子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完了 然后我跟他说了一些他的情况 当说到年龄的问题 我儿子立马就是脸就变了 特别嘲讽的语气就说 哎呦妈妈你也会老牛吃嫩草了 当时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受 他知道这个事了吗 然后他就把我儿子的那个电话号码 要过去了 跟你要的 我不知道 偷偷拿走的 就从我那个 我是想联系一下 手机里边翻出来的 年轻人 我觉得就是说一下 孩子要知道 妈妈找到媳妇 肯定也会祝福 年轻人必须好沟通嘛 你准备自己去说 对 我准备说 年轻人好沟通 你俩一辈啊 年轻人 可能就更能理解吧 嗯 之后我就想说 但是电话没打 他知道了 他看到我存了电话号了 什么叫年轻人好沟通 你觉得你跟他的儿子 都是年轻人是吧 对你光这句话说出来 你知道吗 我每个人心里 我想你女朋友也一样 是他 你一说年轻人好沟通 你知道吗 你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你就已经把自己 话到那一辈去了 让他怎么放心呢 来和这年轻人沟通了吗 没有 他知道了 就发了特别大的一次脾气 我儿子正上高二嘛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 影响到他的学习 然后我就跟他发脾气 特别的生气 而且他和他的前女友 还有联系 其实主持人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分开两年多了 就一直都没有联系过 就前两年 因为我们都是同学嘛 同学群里边就说说 家里出现问题了 急着周转一下 就是把那个贷款还一下 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 你跟陌生人 我们还要帮一下 就可望远爱同学 之后一周周 把钱就还过来了 之后他发现了 就觉得我不是不信任他 我就怕他多抢 有的时候他跟别人聊天 跟年轻女孩子说笑我 我都特别的不好受 我真的觉得 我是不是选择错了 你很留恋你的女朋友 对吗 对 我们在一起 不像跟同龄的女孩子一样 他可以更关心我 就是有一次我们出去嘛 出租车 跟前面的车 稍微追了一下尾 之后他没管自己 就问我怎么样了 就特别关心的 特别着急地看着我 我就觉得那种 被爱的感觉 让我心里很踏实 其实可以看得到 你的女朋友 虽然比你大16岁 但依然很美丽 身材保养得也很好 再过10年 52岁 再过10年 20年的时候 62岁 你只有46岁 也就是她 现在这个年龄左右 我想这个问题 女士已经在脑海里 想过不下一百次 你想过吗 想想吧 怎么帮帮你们呢 来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小妍最后这个问题 问得特别好 20年之后 小伙子46 姑娘6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丁老师的观点不一样 我觉得你们能够 保持着这么一种 友好的关系 是很好的 不要再进一步 不如做成好朋友 做成好姐弟 互相生活上呢 还都能相互照顾着 而且呢 还不影响家里任何人 只有你们两个人 幸福了 家里所有人都不幸福的时候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这叫幸福吗 组成一个小家庭 也要顾及大家庭 我的话讲完了 我就是这观点 谢谢老师 他们俩的观点 我都不赞成 如果你们俩真好 你足够自信 他足够勇敢 而周围的人 因为你们 违反了他们的审美观 和刻板印象 要阻止你们在一起 那才叫真正的自私 但是我又不赞同 你们俩在一起 因为你们俩 跨越不了16年 你们俩就应该是 俗称的忘年恋 就是忘记了年龄的恋爱 但是你们俩永远忘记了 这16年 在你那儿成了不自信的理由 这16年 在他这儿成了自私的借口 你不是没有谈过 同年龄人的朋友 你谈过他 而且你跟同年龄的 其他的女孩 你聊得很开心的 但为什么你要找他 你只是贪婪于他对你的照顾 就很简单一点 如果我找一个聪明的队友 我什么事都可以不想 我四仰八叉在那儿就行 生活当中很多事 他扛就可以了 我不用想事 你是贪婪于这种 被照顾和自私 但你却缺乏勇敢 当小范跟你说 小伙子你要几斤几两 阿姨你要撑几斤的时候 你没有像个男人一样出来 你别搞错了 我们俩虽然看着年龄差 他是我的爱人 你为什么要对家人撒谎 大了16年就是大了16年 这16年对于他们来说是遗憾 对于我来说是生活的沉淀 你自己都看不上这16年 你还渴望别人来支持你吗 所以你不能给他安全感 他为什么要嫁给你呢 而这16年对于你来说 的确是不自信 但我也见过很多 比男生大概20年 30年 但同样很自信的人 但你不自信 所以说有些东西听着很美好 就像他开始朗诵的那首诗 均生我未生 我生均已老 均恨我生时 我恨均生早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均好 哎这是多美啊 但是生活可没这么美 你们也没有那么勇敢 世俗的刻板印象就是 男人可以比女人 打上好几轮 但女人就不可以 比男人打上许多 我是其实挺讨厌 这种刻板印象的 只要他们两个想好了 我就是要在一起 那别人是没有权利 说话 没有权利去八卦 那才叫自私 但问题是 恰恰是这些八卦 考验了你们彼此的内心 你们俩跨越不过去 既然不够勇敢 那就不要伤人伤心 又让人闲言碎语 好吧 老师们的建议 来讲 陪你的时间 自然不能像在学校那样 白天那时 我们一起学学习 上上课 晚上到时间 那时我们在一起吃个饭 现在不是工作不允许了吗 我也一直在跟你说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事 就是现在都没陪我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现在就是个人形象什么的 都不注意了 因为之前我们俩在学校嘛 他就是那时候喜欢的 就是因为他形象挺好的 干净利争的 然后现在去工地之后吧 整个人也不爱打扮了 就是四个月晒黑好几圈 有一次我去工地找他 然后就是连胡子 好几天都没刮 我最接受不了他这样了 因为在工地嘛 所以一定要戴安全帽 穿那个工作服 沉沙 洋沉的必不可少 我也希望穿得干干净净的 打扮得利利正正的 但是我的工作环境 不允许我这样啊 说来说去都是他的工作 就是现在他的工作 改变太多了 他现在心里最重要的就是工作 对 就是工作 对吧 你喜欢的这个好看的外表 服装 这不行 因为工作不允许 你想让他陪你 这不行 工作没有休息日 那我就问你了 那女朋友想你怎么办呢 他之前想我的时候 我也跟领导请过假 偶尔的时候出去陪他吃吃饭 待一会儿 但是肯定我现在上班了 跟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一定是没有大把的时间来陪你 因为他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嘛 所以说我之前也答应他 重新再找一份工作 但是现在社会竞争压力这么大 换一份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倒是认为啊 这个工作也是非常慎重的 也不能换来换去 咱选择了一行就得爱一行 你不喜欢他的工作 只是因为他不能陪你吗 还有就是他的性格你知道吗 之前就是不是学长嘛 那时候特别喜欢的 特别逗的那种性格 然后现在就属于工作之后嘛 而且是在工地之后 整个人就烦躁了不少 我们俩发短信什么的 就是我问一句他回一句 打电话也就特别乏味我俩之间 你觉得他还关心你吗 我觉得是不在乎了 就是有的时候 我晚上给他发短信 他第二天早上给我回 你说你晚上干嘛去了 其实不是那样的 有的时候比较累 晚上下班的时候 真的我躺在床上 什么时候睡着的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第二天 我一看到你的短信了 我很快也就回给你了 就像是上一次 我白天在工作的时候 你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看见了 然后我立刻就回给你 就是因为回到短信的时候 我在工地上面走 不小心给脚扎到钉子里面了 然后脚都扎出血了 其实我说这些 我并不是希望让你知道 我受伤了 希望你来慰慰我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就是我并不是说 不像以前那么在乎你了 不喜欢你了 我就是让你值得 我在收到你短信的那一刻起 我不管是干什么 我都是第一时间来回复你的 他现在工作不是四个月了吗 就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俩几乎半个月 他都不联系我 后来他告诉我的理由 是工作压力大 那就是那段时间 就是不想见人 谁也不想跟谁沟通 然后就不联系我了 就这种 哎呀你这是多大的压力呀 可能是由学校变到工作 角色的这种转变 确实是在一瞬间 就是不知不觉地压在了我的身上 在带上进入工作环境 遇到一些陌生的人 可能是各方面的一些压力吧 让我把工作上的一些情绪 可能带入到我们生活中了 影响到我们了 咱们俩现在已经见不了面了 还这么让时间不联系 你说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刚开始女孩子一上场 我还在想 因为她没有工作 不能理解你 我还想支持你一把 但是聊到现在 我就真的开始替你担心了啊 你这份工作 是不是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或者是你不能胜任啊 所以是现在状态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那你说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让我放心过吗 我怎么了 上一次我们好不容易请一个假 陪她出去吃饭 本来其实好好的落落嗑 吃吃饭 可是她呢 只是在那块玩手机 那我不是有事吗 你有什么事啊 然后到后来我一看的时候 就只是跟他们在聊 而且就也不是学校的同学 也不是我们认识的朋友 那都是我做兼职的人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非诚勿扰》